第三百二十一集 就在幽灵狼幻化成三道身影的那一刻 霍雨昊也动了 脚踏鬼影迷踪 霍雨昊整个人都变得虚幻了似的 修为突破三环 他的实力全方位提升 速度方面更是如此 再加上生灵之金对身体的改造 等他冲出的一瞬间 简直如同迅疾的猎豹一般 身形一闪 他就冲到了左侧那只幽灵狼面前 右手直接朝着幽灵狼当头拍下 他这一拍选择的时机太好了 正是这只幽灵狼跳起的一瞬间 幽灵狼想要再改变方向 已经做不到了 只能是两只狼爪抬起 向霍雨昊身上抓去 同时仰头去咬霍雨昊的右手 但是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幽灵狼 对霍雨昊手臂长度 手掌拍落度的计算之下 也就在这一瞬 五道齿鱼长的暗赫色刀刃 闪电般从霍雨昊右手五指中冲出 突然增加了一尺长度 也就意味着霍雨昊的手臂长了一尺 攻击更早的落在幽灵狼头上一尺 幽灵狼的头才抬起一半 那锋锐的暗金色刀刃就已经落在了他的额头之上 霍雨昊借力一按 整个身体顿时向上扬起 几乎和地面保持成平行状态 幽灵狼的两只狼爪自然也就拍空了 霍雨昊仅仅凭借右臂的力量 硬生生的令自己身体凭空倒立 硬是将幽灵狼按了下去 根本没能躺起身形 幽灵狼凄厉的惨叫只出了一半 那吴炳按金色的刀刃 就已经硬生生的被霍雨昊 按入了他的头颅之中 瞬间毙命 何太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另外两只幽灵狼分别扑向他和霍雨昊 但都在即将碰触前的一瞬间 化为一团淡淡的灰色烟雾消失了 幽灵狼分身这种魂迹 在精神探测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 霍雨昊怎么会被迷惑呢 倒立在幽灵狼头顶的霍雨昊 左手一拍幽灵狼额头 整个人一个倒翻 就从幽灵狼头顶上跳了下来 那幽灵狼的尸体一动不动的倒在了那里 甚至都没有血液流出 只有一圈紫色红环须须浮现而出 霍雨 你又研究出新的静体昏倒器了 钱多多一脸惊讶地问道 此时他和仙灵儿 梵雨都已经看了台上 看着斗手场内的战斗 梵雨也同样是一点疑惑 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他那暗金色的刀刃是什么 难道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钱多多道 不可能 狼和狗一样 通头铁骨斗腹腰 额头正面的头骨是全身最为坚硬的地方 这千年幽灵狼本身防御虽然不怎么样 但单论这块头骨 防御力却是相当惊人的 居然只是被雨昊 那么一抓就刺穿了 恐怕五六级的进体昏倒器都未必能做得到 他怎么可能自己制作啊 更没可能使用 那是魂骨 仙灵儿开口说道 魂骨 这小子居然有了右臂魂骨了 梵雨一脸的震惊 我怎么记得他参加大赛回来之后 得到的是左屁股啊 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场地中的战斗并没有停止 霍雨后 从千年幽灵狼头顶翻下来 脚下似乎一滑 整个人都向地面倒去 右手并没有收回的 暗金色狸刃 直接插住了地面之中 方圆十几平方米内 顿时剧烈地翻动起来 泥土飞进 一个庞大的身体翻了出来 那是一条巨蟒 身长足有六米开外 全身覆盖着墨绿色的鳞片 只不过 他的身体此时却在剧烈地静软着 霍雨后那看似滑倒的一抓 正好抓破了他的头 蛇类的生命力 确实要比狼类强悍得多 旺盛的生命力 令他还没有立刻死去 剧烈地晃动 将霍雨后甩开到一旁 庞大的身体剧烈地扭动着 大量的血液 不断从头部的窗口处流出 再顽强的生命力 也无法弥补这种致命的重疮 头部被穿了五个窟窿啊 这是一条千年莫林蟒 又是一只千年魂兽啊 居然被霍雨后用这种方式击杀 毫无疑问 这全都是精神探测的功劳 何菜头连一次攻击都没有释放 当霍雨后倒地的时候 他脚下快步移动 退后十米 并没有被扭动的千年莫林蟒攻击到 两只千年魂兽 这几次呼吸之间就被干掉了 原本还担心他们受到伤害的龚昌龙 此时也是目瞪口袋 这小家伙真的只有三环吗 而且他那三个红环还都是白色的 这都什么情况啊 连杀两只浑手 霍雨后和菜头也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当然 他们现在还不太需要喘息 相比于老师们的吃惊 何菜头心中的震撼同样不少 对比老师们 其实他更加熟悉霍雨后的实力 三皇魂尊修为确实是和千年魂兽等同的 但却并不代表所有魂尊都拥有击杀千年魂兽的实力 当初霍雨后第一次见到贝贝的时候 就辅助贝贝一起击杀了一只千年魂兽 那时候贝贝就说过 千年魂兽他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当然 那时贝贝指的是七八千年左右的 眼前这两只魂兽 虽然也就是一千年所有的修为 但那也是真正的千年魂兽啊 就算霍雨后有一定的取巧成分 凭借精神探测 预测到了两只魂兽的行动 若没有他的暗精孔爪的强大攻击力 也不可能连杀两兽 几乎所有魂兽的头部都是最坚硬的 但在暗精孔爪面前 这两只魂兽却连阻挡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何彩头也没见过霍雨后的暗精孔爪 他只是知道霍雨后在击杀这两只千年魂兽的时候 身上并没有明显的魂力波动出现 似乎也就是维持着精神探测共享而已 很像是纯粹凭借精神力量击杀了这两只千年魂兽 两只魂兽连自身实力都没发挥出来就被干掉了 尤其是后者 分明是打算潜伏过来突然发起偷袭的 可谁知道却被霍雨后给反偷袭直接干掉了 不过这个时候何彩头显然没时间去询问霍雨后的暗精孔爪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这场测试才刚刚开始 尽管霍雨后一上来就展现出了相当强横的实力 但却丝毫不会改变这场此事的性质 四只魂兽同时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冲向了他们两人 这四只魂兽样子各不相同 但很明显却全都是千年级别的存在 分别是狮虎暴雄 同样是千年魂兽 都是一千年修为实力也有差距 就像千年暗精孔爪雄甚至不怕万年虎猫猫一样 而在魂兽之中 狮虎暴雄这四种就算没有特别优秀的血脉 实力也要比一般魂兽强横得多 而且这四种魂兽的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 全都是少见的金属属性 这就意味着他们尤其擅长肉搏自身的攻击 防御能力都是极其强悍的 四只魂兽发出着不同的咆哮声 同时向霍宇浩和彩头逼迫过来 千年金鲍的速度显然是最快的 这只金鲍脖颈上有着一排细密的金属刺 每一根都有三寸长 一直延伸在背脊之上 一双眼睛是明黄色的 动作极快 但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冲上来 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同伴 四只魂兽 居然有种要进行配合的感觉 这里是史雷克学院的斗兽区 在这里的魂兽之中 有一部分是经过训养的 魂兽的修为越高 智慧也就越高 在足够的诱惑之下 训练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当然 这种训练密法 在史雷克学院中 也是相当机密的存在了 淡淡的光芒闪烁 霍宇浩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 配合 哪能让你们如愿呢 冲 霍宇浩低刻一声 带着和彩头一起 同时朝着东边冲了过去 这个方向的魂兽 乃是一只千年金熊 金熊身材高大壮硕 近三米高的身躯 散发着一层金属光泽 虽然远不能和暗金孔爪熊 那种充满压迫力的暗金色相比 但那根根树立而起的熊毛 皮操作后的他 绝对是这四只魂兽中 防御力最强 力量最大的一个 眼看着霍宇浩二人 向自己冲过来 千年金熊咆哮一声 原本人力而起的他 前肢轰然落地 直奔霍宇浩二人 迎面冲了上来 而另外三只金属性魂兽 也是骤然加速 全面包围 尤其是速度最快的千年金爆 宛如一道黄色闪电一般 从后方追来 只见千年金熊 正面和霍宇浩二人一交手 他立刻就会从后面发动攻击 霍宇浩双眼微眯 猛的一抬头 两道紫金色光芒 从灵毛之中点射而出 那只正在狂奔的千年金熊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竟然熊狮前蹄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巨大的体重 甚至令他两只前肘 发出轻微的骨骼脆鸣声 修为提升到三环 又拥有了命运之眼 这能强横的存在 现在的霍宇浩 精神力的总量 虽然被命运之眼抽走了许多 以至于和原本相差无几 但精神力的质量 却是大大提升了 这一记灵魂撞击 几乎彻底粉碎千年金熊的精神力 为什么霍宇浩 选择他这个方向 发起冲锋 原因很简单 虽然这千年金熊的防御力和力量 是四肢金属性魂兽中最强的 但是 他的智慧却是最低的 也就意味着 他的精神力乃是四肢魂兽中最低的一个 在灵魂冲击面前 没有直接被击毙 已经是他千年修为的水平发挥了 他的灵魂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重创 获雨后 和彩头背后同时亮起 魂倒推进去 全面打开 在第一时间 推动着两人的速度 陡然大增 瞬间就拉近了和千年金熊之间的察觉 此时 另外三只魂兽中 千年金暴 距离他们还有不到二十米 而其他两只魂兽 因为本身并不擅长速度 距离还都有五十米左右 这等距离 已经足够霍雨后做很多事情了 身体猛然前窜 按金孔爪再次扬起 这一次 霍雨后并没有从正面头骨破入了 在尽可能节约魂力的情况下 他没必要去和一只千年金熊的头骨较劲 这金熊的防御力 可不是之前的千年幽灵狼和千年莫林蟒 所能比拟的 按金色的历兆 从失去意识的千年金熊后颈处抓入 直接掐断了他的中枢神经 庞大的身体 顿时瞬间伪顿在地 生命力以疯狂的速度 从他的身上倾泻而出 何菜头一闪身就到了千年金熊后面 将他那庞大的身体作为掩体 而霍雨后也就在这个时候 脚尖在千年金熊身上一点 借使乐器的同时回转过身来 右臂高高扬起在脑后 霍雨后整个人都弯成了弓形 就像是一柄准备打开杀戒的战斧一般 而此时 那只千年金暴已经扑到了近前 一道恐怖的暗金色光芒 骤然从霍雨后右手上爆发而出 暗金孔爪的真正面目 终于第一次在战场上出现了 至于大的暗金色光影 在虚空中掠过 那恐怖的气息 甚至令另外两头正在狂奔过来的千年浑兽 骤然停顿了一下 原本躺空而起 正要向霍雨后发动全面进攻的千年金暴身上 金光闪烁 还试图抵挡 但是下一瞬 他的身躯就已经变成了一堆碎块 从听而讲 我靠 暗金孔爪 钱多多终于认出了霍雨后 这块右掌骨是什么 暗金孔爪熊 这等知名的魂兽 谁不知道啊 哪怕是钱多多 都不禁大为羡慕起霍雨后来 想要击杀暗金孔爪熊 不但是实力上困难 更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 合适自己年份的暗金孔爪熊才行啊 而且暗金孔爪熊天赋能力可不止一个 能够好运的得到一块他的魂骨 更好运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进行收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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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